这是美洲狮捕猎猿猿的画面 尽管双方体型相差很多 猿猿还是处于劣势 猿猿能否逃脱美洲狮的抓捕 我们从头看起 这是刚开始 一群猿猿进入美洲狮的领地觅食 他们还固执到美洲狮已将它们盯上 美洲狮和非洲狮子不一样 它们是独居动物 因此捕猎都靠自己完成 但今天美洲狮不是单独出来捕猎 它带上了它的幼崽 让幼崽学习捕猎技巧 美洲狮的埋伏能力很强 这让圆驼群都没有发现到它的存在 等美洲狮靠近 它们才察觉到危险来临 美洲狮突然出现 这让圆驼群下的四处乱窜 这个距离太近 因此圆驼没跑多远 便被美洲狮给抓住 美洲狮没咬中圆驼的脖子 这让圆驼还有挣扎的力量 这只圆驼的力量比美洲狮大太多 这让美洲狮无法将它给控制住 美洲狮和它的幼崽已很久没有进食 因此它现在急需捕猎到这只圆驼 虽然美洲狮的体型比美洲暴大 但它的奔跑速度却很快 这让圆驼没跑多远 便被美洲狮给抓住 这是美洲狮最后的力量了 这次要是不成功 圆驼将会逃走 它的幼崽也看出了这一点 它们赶紧出来帮忙 但幼崽缺乏经验 它的出现并没有啥帮助 圆驼只需甩掉慈美洲狮便可逃脱 不料美洲狮竟然冒着生命危险 咬圆驼的肚子 要是被圆驼踩到 它不死也残了 可惜它的幼崽都在一旁观看 没有对圆驼发起攻击 这让圆驼有机可逃 慈美洲狮最终体力不支 放开了圆驼 看圆驼逃走